大到一个都城 小到一个武建院 其实都有一条中轴线 那从这儿可以看到 一个很直的中轴线是吧 对 这是中国的这个 古代建筑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 大到一个都城或者城市 对吧 再到一个比如说宫殿建筑群 佛寺建筑群 小到一个普通人家的 这个四合院 宅院 其实都有一条中轴线 而且注意啊 是南北方向的中轴线 这个山化寺就是典型代表 沿着它的中轴线 其实有隐壁 山门 三圣殿 和大雄宝殿 南北一字排开 为什么中国建筑 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呢 这个可以从我们中国的 这个名字说起 中国叫中国 这个中字 其实就非常像一个 围墙围绕的建筑群中间 有一条中轴线 那么为什么我们叫中国 然后我们又这么爱中轴线呢 就和我们这个文明的特质有关 其实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 对于农业文明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时间 就可以进入农业文明了 这样它就可以按时播种 然后按时去收获 就能不停地这个壮大起来 人类远古的时候 在这个地球上 到底要怎么读出时间呢 我们其实很快就发现 太阳东升西落这件事情了 所以中国古人测时间 是用立表测影来进行的 直到今天我们还管时间的 这个记录仪叫手表 就是这个表字 那么古代立表测影的表 其实是在水平的地面上 立一根垂直的杆 然后在它周围用圆规画一个圆 以这个杆为圆心 用圆规画一个圆 然后早晨记这个太阳的影子方向 太阳落山的时候 又记一个傍晚太阳的影子方向 这两个影子都和圆交了一个点 把这两点一连 就测出了准确的东西方向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们看那个杆 你看现在太阳落山 它基本上指到这个东边去了 对吧 说明太阳在西边 我们可以想象 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它的影子在西边 对吧 然后把这两根线一连 东西方向就得到了 就能得到我们现在这个 普贤阁和对面 附建的这个文书阁之间的连线 东西轴线就有了 为什么南北轴线更加重要呢 在中国文明里 是古人觉得有了东西 我虽然可以用垂直的方法 做出南北来 但我需要校准一次 这是古人的科学精神 所以古人晚上利用观天象 天上的星星来校准这件事情 找到北极非常非常重要 对吧 再找到北极和周围 所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二十八秀之间的关系 就非常重要 晚上测量星象这件事 通常是由这个王来主持的 他的标准动作通常就是坐北朝南 观南中天 久而久之 王的这个主要的朝向 就变成了坐北朝南 那么所有的建筑群里 最最重要的这些建筑 也都是坐北朝南 把这些最最重要的建筑 一重一重 用这条线连起来 就得到了南北中周线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说故宫太和殿 就一定是这样的 坐在太和殿里坐北朝南 对吧 然后前头有太和门 武门 端门 天安门 一路出去正阳门 永定门等等 对吧 形成北京这个宏伟的中周线 这个好像是在平原的地带 比较容易这样做的 是的 像比如说有山城 水城 可能它就很难做到 这么标准的 山城水城就更需要因地制宜 所以中国有两条 这个规划的这个系统 古代文献都有记录 比如说周礼的系统 就经常说 为王建国 辩方正位 要来建造都城 首先是辩方正位 实际上不只是都城如此 任何一个建筑群 第一建设要干的 就是辩方正位 找准东西南北 然后南北中周线 来统率整个建筑群 山地呢 也有管子这个文献 说了 就是这个城市 城郭不一定要重规矩 道路不一定要重准绳 这就被说成是一种 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方法 所以在南方很多的这个城市 城墙也不规矩 呈自由的形状 因着这个山势而来 也找不到一个特别特别一贯的 南北中周线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但总的来说 由于中华文明的主要开始 最昌盛的地方 基本上还是在黄河流域 北方地区 所以这个立表测印这件事 以及由它带来的 对吧 这个南北中轴线重要这件事情 还是这个推而广之了 有的学者认为 中这个字的这一数 就是立表测印的那个表 然后那个框比较像是 下头画的那个圈 当然这是一种推测 但不管怎么说 中国是绝对和这个 我们要立表测印 变东西南北的这种文化 密切结合在一起 那这种 就是这个中轴线的这种设计 和中国人的一些生活思维 比如说形式的方式 会不会也有关于 当然 其实可以说 这样的这种文明吧 基于这个立表测印 掌握时间 然后读出空间 形成空间秩序的这种文明 其实也定义了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他们俩是互为因果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中轴线 一路一路进来 长幼尊 大雄宝殿里 对 有主尊 有邪士 邪士肯定在他两边 主尊在正中间 邪士在他两边 如果有五个开间 要放五个佛 中间的佛也更大一点 旁边的佛也更次要一点 如果有这个七个开间 明间也更宽一点 旁边的次间 次之 然后对吧 烧间 进间都越来越小 都显示了一个中最重要 然后越往旁边越次要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 如果是一个住宅里 分了这么三个开间 中央民间通常是留给祖先的 每年去 去祭拜祖先的时候 在这行仪式 或者老太爷老太太 往那一坐 大家都来给他请安 旁边的两间 就有可能是一些生活的用房 那么这间坐北朝南的房间 在四回二里叫正房 其实东西厢房的可能就会住什么大儿子 二儿子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主要的这个院子 住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的成员 一些分支的成员 可能就会住在东西跨院里 所以永远是这样中东西的概念 在中间是最重要的 而且坐北朝南 在两边是次要的 再次要的往旁边去 就像这个祖尊 然后邪氏 是吧 弟子的这种关系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跟宗法的这种关系是很重要 包括在这个宫殿里也是这样 皇帝望中间一坐 然后文武百官是从两边这个 对吧 挪裂的 所以它是从一个家族的这种关系 扩大到一个国家的关系 是 金泉父子 对 背后是它这个文明的这种发端 对吧 由于我们通过测东西南北 对吧 能够准确地掌握农石 甚至把它细分到二十四个节气 对吧 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南北这种方位 对于我们的生活很重要 我们要在自己的营造活动中把它象征出来 对吧 久而久之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也被它定义了 形成了一种礼仪的秩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